金九银时往往是车辆销售旺季 不过车子好卖车牌却不好上 前几个月在警示价的作用下 车牌价格回落 拍牌人数却节节升高 旅拍不中者值得一次一次的申请临时牌照 多种因素的叠加 也使得上海车管所里面申请临牌的人排起了长龙 上午在哈密路上的上海车辆管理所里 唯一的一个办理临时牌照的窗口前 排着长长的队伍 其中大部分是带客户来办牌的4S店业务员 据他们说不少客户因为拍牌一直没有成功 现在已经是第三张临牌了 四月份开始在警示价的作用下 上海车牌价格回落 但竞拍人数却明显上升 由于临牌办理量明显上升 近几个月车管所每天都要加班 才能够把当天的业务办完 我们也推出了严实服务 因为办理的人实在太多 经常我们会加班加到五点半 五点四十五分 你知道我们一个点 我前面说一天就可以办了三四百张 东方卫视记者王玉山上海报道